大家好 我是哈佛商业评论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陈修贤 我这一次要跟各位介绍哈佛商业评论繁体中文版8月号 特别要跟各位介绍一个主题 叫做登顶领导学 就是从登山这件事情来看领导 那么我们主要是由两个部分构成这个议题 一个就是由华顿商学院一个专门研究领导的一个教授 他领着一群这个宾州大学Walton School 这个华顿商学院的EMBA的校友以及学生 还有老师一起去爬圣武峰 艾弗勒斯峰全世界最高的山峰 他们并没有登到最顶上 但是从这段经验里面 他写了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的 来谈从登山的这件事情里面 他对于领导的体会 那么为了跟这篇搭配 我们也请国内有登山 有沿袭这个团体领导行为的老师 大家一起来讨论 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 我们试着来想 我们大家都有郊游登山 爬小山的经验 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观众跟读者 有爬大山的经验 登山其实是一件 我们用这一次参与我们讨论 黄崇星台大教授 黄崇星黄老师的话来说 登山尤其是登高山 就很像你到基地去潜水 在海底这个极端的环境里面的行为 在这个时候常常有一个状况是什么 就是说你处在一个极端 而异常的一个环境里面 可能你自己在生理上面 在思考上面已经有一点不正常 但是你自己不一定知道 那更重要的是 万一你是领导人的话 大家是不是要听你的 如果要听你的 当你自己已经不正常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感觉到这一点 你做的决策 是不是团队的这个利益 那么我想在这一篇这个主文里头 圣母风尚的这个四堂领导课 他就有提到这一点 就是说 登山是个集体的领导行为 那这个时候作为领导人 你如果是这个团队的领导人负责的 你要思考的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讲看起来很简单 我们要思考团队的利益 但是常常这个所谓团队的利益 跟个人的利益是不是一致 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在座谈里头也有人提到 这个很多国内的登山队 当他要去爬大山的时候 那个领队一方面他也是登山的好手 第二方面他要负责整个团队的成败 或者说团队的安危跟生死 这个时候他把自己想要攀登 另一座高山的这个 这个目的放在最前面 还是团队的福祉跟安危 放在最前面 这个时候很理性的说 大家都知道团队放第一 但事实上 当你真正在攀那个山的时候 常常不是这样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当你面对安危 当你面对生死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去决定不做一件事情 比你去决定做一件事情 还要困难 这个就是团队的领导人 在奔顶的时候 当你去爬向埃佛勒斯丰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常常会发生的状况 那么事实上这篇文章 华顿的这篇文章在他之前 是有一个哈佛商学院 非常著名的个案 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是全世界两个最有名的 这个登山的领队 他们召集了一批人 去爬埃佛勒斯丰 那么爬埃佛勒斯丰的途中 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 他们非常急切的想要 达到这一次登顶成功的目的 结果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爬埃佛勒斯丰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规则 就是你在下午两点到来的时候 你就必须立刻返回基地 因为山上的气候变化是非常恶劣 但是有一些人 已经觉得 他已经接近登顶的成功变远 他就说不要放弃 那这两个领队 也在某一种思想的这个驱逐之下 他也说 亮面到了 没关系我们继续爬 结果后来 就是风雪来袭 天气急剧的恶化 他们牺牲了好几个登山的同人 包括他们自己领队 所以我想在 当你有登山的这个欲望 但是你又面对一个生死的这个交官的 可能攸关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怎么做决定 作为一个团队领导人 这个是要在自我 跟团队的意见 做出分业的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 既然是团队 他一定要有一个组织 我们在座谈的时候 也有好几位提到 就是说 现在我们常常登山的组织 是大家 一下子集合 去爬近郊的一个小山 那当然 你去远征的时候 他的组织会比较严谨 但是这里头一个非常重要 不论是什么样性质的这种团体 他有一个 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组织架构在 领导人 向导 以及其他的队员 大家角色要分清楚 换句话说 就算领导人有一个想法 当他顾及大家的安慰 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 团队里头一定有不同的意见 那一定要说服 换句话说 就算你有这个想法 你说了 但是没有人听进去 只要有人没有听进去 这就是领导失败 换句话说 这个团队的纪律 跟你要去达到你目标之间 你要求去平衡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这个团队领导人扮演 这么重要的角色 我们讲的这个 怎么样去管理一个领导人 就算你是一个队员 你怎么样去 我们用英文叫manage upward 你怎么样跟这个团队 有一个好的沟通 避免他做了不该做的决策 这是这样一个登山团队里头 必须有的一个管理的机制 虽然他不完全是顺遂 领导人的意愿 我们觉得 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换句话说 我们通常在谈企业的领导 它有个严密的组织 有很清楚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分纪 但是在登山团队里头 当你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 管理的情况是不同的 我们在座谈里头 我们还特别请到 亚东一问有位 杨大夫 他自己非常喜欢登山 他自己也是心脏内科的医生 他也提到了 像医疗团队的领导 跟我们看到登山团队的差异何在 这头就是很明显 医疗团队他非常的专业 他里头有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纪律跟伦理 因此团队 当他组成一个医疗团队的时候 他的决定的这个阶层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医生会根据他所掌握的这个资讯 他对病人的了解 还有他自己专业的尝试 他来做出判断 然后跟这个病人很具体的来沟通 当你有百分之多少的机会的时候 你做什么事情 你答应不答应 但是在登山 当你有一心要登顶的时候 但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这个领导行为 在那个时候才真正是一个考验 我们这期其实还有很多文章 也谈到 我们特别跟台中地区盘石会 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会员 他们在台湾虽然不是最大的企业 陈林做卫浴设备 车王做车用电子 西华做石英晶体 我们有一个对谈 谈他们管理的经验 特别是他们怎么样 从一个小企业创业型的公司 成长到一个中型的公司 他虽然不是台湾最大的公司 但是我相信他在国际管理 的这个经验 国际诟病的经验 整合的经验 是台湾相当特殊的 我们特别找了三家中型企业 但是非常的国际化的公司 来进行对谈 谈他们整个突破成长的这个瓶颈 我们也请中兴大学邱一佳老师 来特别来撰文 以他长期观察 这个中部这些成功企业的经验 他觉得他们成功 能够持续成长的经验何在 在服役 IBM顾问公司 有三位顾问 自身的顾问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中小企业 如果你希望突破成长的这个瓶颈 而你希望引入变革 你要怎么做 我想这整个加起来 其实我们可以说 这一期就像我们的这个封面 不管是我们个人 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人 作为一个管理者 作为一个企业的干部 或者管理我自己的人生 或者是作为一个企业 我们其实就是不断的在登顶 不断的在爬下一个高峰 那希望这一期大家能够 从里头得到一些收获 谢谢